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权力垄断这个禁鸾,谁也不得染指 全文如下 主长中纪委的王岐山无疑最为人猜不透 他有太多的侧面和层面,占据太多的结合部、连接点 不过,2015年12月,王岐山一位去世25年的顾交的一作在香港出版 其中对早年王岐山的描绘给了人们一把认识当今王岐山的钥匙 许多行径让人们看不懂 如果说李源潮、刘延东等人 有太子党、共青团、华东邦、清华群或北大群之类五花八门的标签 但都是身份、经历、学历等外在的类别 而王岐山不一样 他的多侧面、多层次涉及的是价值理念和思想倾向这些内在的东西 例如,分析人士对中国密报记者说 王岐山深受杜润生的青睐 杜润生因为早年在当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提携过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赵紫阳 从此结下渊源 在赵紫阳被政治元老拔卓为国务院总理之后 杜出任农业政策制定的关键职位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是王岐山为改革派智囊中的好奇之秀 给他压担子 而王岐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东床快序 在这位老泰山的辟英之下顺风顺水 而众所周知姚依林是计划经济的铁杆卫士 与赵紫阳根本相左 处处唱反调 分析人士还说 八十年代初期 王岐山名列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尾 这套丛书是那个年代丛书热的领头羊 作者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精英 体现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 但另一件可疑的事实 传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期间恶狠狠说 杀二十万 保二十年稳定 但后来又传言 其实是王岐山说的 这一句狠话 是他向中共顽固保守势力交上投名状 王岐山许多言行让人们看不懂 早年他是历史专业的工农兵学员 学术功底不足 虽然名列所谓改革似君子 但是有顺口溜说 温永熙的脑子 黄江南的嘴 朱家明的文章 王岐山的腿 其中对王的贬义不言自明 指他只是腿情 到处奔走张罗 穿针影线而已 但他当官之后 却不时要摆出读书人的架势 推荐西方文史经典名著 颇能唬人 2015年当代著名政治学家 《历史的终结》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访华 王岐山于4月23日约见福山等人 人们期望看到一场高水平的两山问答 王岐山只是会见刚开始时 交谈寒暄了几句 说请三位客人 今天也给我们上上课 然后就长篇大论的自说自话 事后福山评价说 向玄学讨论 当福山婉转的境界 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 Lew of Law 并司法独立 王岐山立即断然否定 不可能 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 七上八下 王岐山打老虎是上任之初 最为人所称到的政绩 不知说了多少狠话 而且也确实拿下了一批 名怨沸腾的老虎 取得了震慑的效果 在官场上赢得了 宁见阎王 悟见老王的名声 但是王岐山对一大批 显而易见的虎宗 却置若罔文 尤其是对在全球角的 周天寒彻的巴拿马文件 彻底装聋作哑 对其中包括中共四代领导人 前常委和现任常委家族 亲属的线索 坚决避而不谈 这种选择性打虎 使官员和民众 都如梦方喜 老虎该不该打 关键是看他站在哪一边 诸如此类 让人们对王岐山 一斗丛生 随着十九大逼竟 关于王岐山前景的传闻 更是甚嚣尘上 说法两极 1949年出生的王岐山 2017年江介四 68岁 按照过去几届形成的 七上八下的年龄杠杠 他应该告老退休 但是坊间盛传 打虎大业不能没有王猎户 打不进老虎 绝不下战场 王岐山被习近平要求 连任中纪委书记 继续分担风险 更有甚者 称习近平打算让王岐山 取代李克强 接任国务院总理 不过 相反的说法 几乎同时传出 习近平上任快四年 除了集权 别无所长 最新于个人崇拜的苗头 更应激荡内高度不安 酝酿反弹 推其下台 而王岐山接任总书记 被认为是 最少引起负面波动的方案之一 这种说法 明显带有 离间习王关系的意味 但是王岐山 是否真会被其吸引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更迫切地 想深入了解 王岐山 究竟是个什么人 这时候传说中的 何维林手稿 一书出版了 其中写到 王岐山的文字 引起广泛关注 英年早逝的传奇人物 何维林是谁呢 当今读者 或许对这个名字 感到很陌生了 因为他1991年6月5日 在墨西哥 因车祸去世 到今年 已经整整 四分之一世纪 何维林算得上 是一位传奇人物 1962年 他考上北京大学 技术物理系 文革中因 思想罪被批斗 劳改 文革结束后 才获得平反 重返北大任教 何维林 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改革 但他选择 走上层路线 这一来是因为他认定 在中国只有通过掌权 的上层 才能有效地推行改革举措 二来 是因为他恰好拥有 走上层路线的特殊关系 他和邓小平的长子 邓朴方是北大同班同学 还是同宿舍上下谱 在文革的患难中 两人结为之交 他与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 邓力群的儿子 邓樱桃等人关系也密切 何维林参与组建了 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智库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后来人们俗称发展组 后来何维林以邓朴方的私人代表 即提改所驻美国代表的双重身份 来到美国 成为Woodrow Wilson中心的访问学者 参与筹备索罗斯的Open Society基金会 在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基金会 1989年春夏之交 北京学潮兴起 何维林在当局与民运之间大力斡旋 试图和平解决广场危机 5月29日深夜 何维林心心头头的赶到知识界领袖 包尊信教终 对包尊信说 能否劝王军涛他们 说服和动员广场学生 月底撤离 包尊信问何维林 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 何维林说 都跟邓朴方说过了 而且还得到老人家 邓小平的首肯 杨家 杨尚昆 也知道 却不料就在回家路上 何维林被绑架 被秘密关押在秘云水库 1991年4月 重获自由的何维林 协同女友小熊 飞到墨西哥 打算从那里进入美国 输不料 却死于车祸 对其死因 当时就有阴谋论传出 说何维林因为知道太多 而遭暗杀 但胡平对此做了澄清 从当地警局那里了解到 故事细节 是两辆汽车 在雨洗的路上迎面相撞 两车上的四个人同时身亡 2015年12月 在何维林死后24年 这部神秘的手稿 在香港出版 是由何的老同事 老朋友 王小强主持的 大风出版社出版 传说中的何维林手稿 引起广泛关注 此书主要继续了 何维林参加组建 发展组的经过 写道 当时众多各领风骚的风云人物 后来的人生轨迹 纵横交错 南辕北辙 其中写了他和陈一兹 王小强 邓樱桃等青年改革者们 如何协同努力 写了他和金关涛 刘清风等 走向未来从书编写者的交往 写到了他对改革四君子 书中称之为四千名 这是福尔摩斯一本 明争探小说的书名 的印象和感受 也写到了他和邓朴方 胡德平等太子党 和胡平 王君涛等异议人士的交往 一位拿头盔的主闯进来 回到王岐山的话题上来 虽然传说中的何维林手稿 没有写到的有很多重要的史实 但是写到的人与事 还是让读者深感兴趣 其中有一位 在书中所写的八十年代 只是初露头角 后来却青云之上一跃冲天 他就是当今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王岐山 何维林对如何认识王岐山 写得很传神 岐山和我的初识 恰恰不是在政治场合 而是在我的朋友 陈庆丽 陈碧桃 两兄弟家里 偶尔邂逅 陈碧桃也是北大下游 文革初期 曾以一张质问工作组的 712大字报而闻名北大 他是发展组初期的成员 经常参加方法组的活动 陈庆丽是兄长 当时正热衷于业余经商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砍山 突然听到他家门口 一阵气摩托响 车一停 因为拿头盔的主闯进来 十年前摩托还是稀货 特别是日产车 骑上兜风 正经是时髦玩意儿 我的朋友中 还很少有感这时髦的 我起初以为是 陈庆丽的狗肉朋友 来谈生意的 他老兄看来 与陈氏兄弟是很熟悉 也不寒暄 坐下便看 毫不客气地接过 我正讲到第三代人的话题 说 这一代人是受创伤的一代 也是探索的一代 必将是大有作为的一代 这很对我的路子 于是谈得很投机 我这才没把它当成小混混 互通了姓名 称一声久仰 交往从此开始了 王岐山是杜润生的棋子 何维林对王岐山如何 好风平吉利 送我上清云 有简单明了 却切众恳庆的叙述分析 王岐山之所以成为 知识精英的领袖之一 关键在于杜润生玩的 一手政治交易 他抓住王岐山 置于左右 视若心腹 封关禁绝 为的是通过他与姚依林 这个计划经济的祖师爷 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实权人物 建立一条保险 而畅通的热线 这对于杜润生来讲 是至关紧要的 因为 作为赵紫阳的左膀右臂 杜润生有恃无恐 但这仅仅是改革的主流一方 是改革的务实派 而稳健派作为计划经济的英雷 在中国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始终是一个极强大的 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杜润生找到一条 与之直通的红线 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当代政治是平衡中求变通的政治 人们把玩平衡术 看得太重要了 在何卫林看来 王岐山是杜润生的棋子 才有了能 众横百合的棋盘 岐山也正因为 有这么个背景优势 有这么深层的交易 便处处占得上风 本来为赵紫阳 万里 杜润生等 提供农村改革的调查报告 和决策方案的主力是发展组 从1982年开始 中央制定每年关于农村改革 当政方针的一号文件 都有发展组的参与 甚至到后来 发展组成为了文件的主要起草人 随着陈一兹的生病 我的退居二线 发展组的大权 竟旁落到 齐山手中 发展组这个舞台 本身就很重要 对王岐山来说 更重要的是 成了他的起跳板 当时中央为了适应农村改革 和发展的需要 决定在中央书记处 农村政策研究室之外 再成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实际上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主任都是杜润生 在国务院农研中心之下 设立了联络式 联络四面八方的研究力量 是一个重要职务 杜润生特委任王岐山 由示范与发展组精英们的往来 王岐山自然就名正言顺地插手 尽管不是时时处处 事事都经他的手 至少他都参与了解 而杜润生借此语重王岐山 特意使他在知识精英中 获得更大权力 很明显 几年的农村改革 功劳在发展组 实惠在王岐山 在杜润生的一手操纵下 不出一年 王岐山渐渐处在发展组 与杜润生的关系中间 1984年底 终于造成发展组 落入王岐山手中的态势 好在一个新的机会到来 陈一兹奉赵紫阳之命 组建提改所 于是拉了原班人马中的 十几名骨干 推出发展组 王岐山得以名正言顺地入主 不久更名为发展所 出任第一任所长 笑脸相迎的独门绝技 不过何维林笔下的王岐山 这个棋子并不是无所作为 被动地被棋手们搬来挪去 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和主动精神 非常自觉的 也非常有效地利用了 天时地利人和 何维林反复说过 王岐山一方面是两头都沾的人物 一头是知识精英 一头是太子堂 凭他的老岳父的地位 王岐山轻轻松松地出没官场 如虎添翼 特别是齐山 郊游十分广阔 类似于唐欣 在第三代的大的政治圈子里 他沾了两头 一边是知识精英 一边是太子党 但另一方面 何维林也写出了王岐山自身的本事 翁永熙下放凤阳 后脚刚一离去 王岐山的前脚就迈进 填补他的空缺 当上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联络主任 王岐山虽然不如 温永熙那样 显露众横才气 但论口才 干才 也并不逊色 他为人笑脸相迎 笑脸相送 虽然笑容明显是挂上去的 但绝不是温永熙那样 咄咄逼人 也不是朱家明 黄江南那么明示尽头 一身傲气 要论官场上的事 齐山在精英群里出泪爬催 即便是王岐山与元老权贵的关系 也体现了他自己的努力 驸马毕竟不同于太子 并非凭着血缘就能天然挤身这个圈子的 他的中学同学 传了不少他早年奋斗的一文 当年插队到延安地区 正义上姚依林之女 适逢姚依林受冲击 不得致时 王岐山对姚依林之女 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 他眼明手快 腿倾嘴铃 不辞辛劳 照顾得无微不至 心诚感人 终于一线虔诚 也因此埋下了以后 一线通天的伏笔 何维林用了更大的篇幅 来写王岐山如何处理与他人 尤其是那些瞧不上他 与他格格不入的人的关系 他说 岐山和我始终没有深交 互相很尊重 往来很注重礼数 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 什么不愉快的事 一点 局域也没有 倒是他和发展组的不少骨干 总是貌合神离 这些人当中 最重要的当然是陈一兹 岐山与陈一兹经常性的 明争暗斗 特别是暗斗 则早已是圈子里的公开秘密了 然而 岐山很明智 他始终保持和陈一兹的关系 大面上说得过去 让局外人看起来 一团和气 甚至亲密无间 他笑脸相迎 笑脸相送 绝不轻易大拉下脸 反倒是陈一兹沉不住气 一有机会就想贬他一下 可又不能贬到哪儿去 搞什么大型活动 还非得有他不可 非得捧着他当重要 角色出场不可 还有后来当上赵紫阳秘书的 李湘鲁 李湘鲁很不买王岐山的账 碰在一起 一有机会便磕磕碰碰 但也不公开闹翻 撕破脸皮 只是说话时 是话里有话 话中带刺 局外人不清 局内人了然 何维林感叹 王岐山真有处理关系的软功夫 软功夫可以把紧张状态软化了 发展组的老资格们尽管不很喜欢王岐山 但多败可以容得下他那套八面玲珑的软功夫 居然陶樱桃在一个所里 与其共事好几年 没出什么大不愉快的事 这当然更证明了王岐山的软功夫够水平 但是何维林也看到 软功夫并不能达到 对所有人收拢人心 笼络人才的功效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小强 陈一兹得病期间 齐山使劲对小强下功夫 他明白 只要小强收过来 发展组就在他实际的控制或影响之下了 那时小强尝到我家 每每发王岐山的牢骚 总觉得与齐山往来 别扭 费劲 总觉得不舒畅 最后齐山尽管在杜润生 这个大靠山的支持下 接管了发展组的本部 但还是让王小强跑了 让他和一些主要骨干 追随陈一兹去 中国的当代英雄 何维林从旁观察王岐山 入目三分地点出其若干若点 短版 说到底 王岐山凭着他的政治背景 左右逢圆的软功夫 打学术官腔的本领 作为官场人物资本绰绰有余 但作为思想理论界的人物 深度略显不足 若以真心实意投入中国的改革论 他不会更强于温永熙 讲得赤裸裸些 与我们这些事与旧体制 决一死战的人 绝不可同日而语 但从事多年 改革时务 深爱官场规则的何维林 更充分肯定 王岐山是中国这个历史阶段的当代英雄 在王岐山 何维林多人努力下 发展组经历了一两年的危机状态 狭路逢生 走出低谷 柳暗花明 成了正果 换了个大牌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成了中共高层改革决策智囊团 在此基础上 他们的野心也更大了 要实现精英汇聚的大一统 以提改所为核心 形成大的松散外围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由此而生 何维林说 名称叫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实际上不完全是学会 也不局限于经济 至于北京 也含有全国之首的意思 由此圈动全国 青年则指 当时所讲的中青年理论界 这便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实际上是第三代 知识精英全国总联络站 何维林借金关涛的评价说 金关涛对王岐山的评价最高 1985年 我们一路去舍口时 他说 我们这一代 有两个又突出贡献的活动家 王岐山是政治活动家 何维林是社会活动家 何维林还说 有趣的是 正因为他善于做官 正因为他在官场上有了根基 发展了实力 王岐山反倒成了 支撑知识精英 从事改革 从事现代化启蒙运动的 重要支柱之一 一方面 在他手中 发展组的本部 越为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 发展研究所 成了中央级的高层次的 响当当的正牌智能团 另一方面 由他的积极参与 走向未来 获得长足发展 在此基础上 金关涛办起了 21世纪研究院 靠山找的正是王岐山 政治投机者 有自己的坚持 从根上说 何维林与王岐山 毕竟是 两股道上的跑车 文革样板戏中的 这句台词 用在这里很合适 何维林谈到在筹建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日子里 陈一兹 多次来我住的22号楼 找我商议 朱家明也来的 教评 王岐山也来商议过 理事会名单 在思路上 我们比较一致 但在操作上 却有一定分歧 陈一兹 王岐山强调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形象 必须易于 被中央接受 因此 反复掂量 第一批理事的名单 生怕有谁的名字 列上去 会刺激中央 某个老朽 造成对全局的不利影响 何维林更一争见血地指出 王岐山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是善于辨识 政治大方向 说白了 这就是善于政治投机的 委婉表达 善于迎逢老政治 同时 还颇能在这前提下 吸纳各方精英的奇谈怪论 会炒一番 加上保护色 却又不失原味 端将出来 拨得上下左右 喊手称是 拍手叫好 这是真功夫 混迹官场 天令幕僚 若没有这点真功夫 就别想安抚 安然无恙的作官 更别说 还想施展 政治报复 在重重障碍 处处地雷中 杀出一条生路 何维林讲的一段往事 更让人们悟出 王岐山的思想基点 和价值取向 1980年 理论误虚会期间 王岐山与我谈起 形式与动向 误虚会上 中国知识分子 思想解放的先驱 首次突破 凡事派禁区 获得大胜 与会者在揭露 神话毛泽东 神话最高指示的危害 罪恶后 宜将胜涌 开始向全面清算 毛泽东的路上挺进 指责毛 实际上就是指责共产党 实际上就是动摇 共产党 办封建制度的基业 动摇其 办封建特权之本 正当理论 务虚会与成胜追击 未雨绸缪之际 上面 特别是老朽们 嗅出味道不对了 马上下令刹车 为什么 王岐山说的好 再劈毛 就要劈到共产党头上了 劈到所有这些 在台上的老一代革命家身上了 何维林十分感慨 与王岐山的一席话 使我发觉 他的政治嗅觉很灵 很懂共产党的心事 真不愧是 共产党的成龙快婿 何维林这句话可圈可点 可做多重联想 比起太子来 驸马王岐山的人外资源更广 行事手段更活 精神包袱更少 而他吃透了共产党的心事 那就是 权力垄断 这禁乱 谁也不得染指 王岐山不是一口就顶回去了 福山的建议吗 任何事 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 谢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明镜广播电台 明镜历史台